A,B就是這個圓圓的直徑 這個圓圓就切到X-axis B,E的兩條 A part就是找回equation of circle B part就是找回E的座標是多少 C part就是找回angleA.E的直徑 如何找回這個圓圓的equation? 留意到AB就是這個圓圓的直徑 所以AB這條線會穿過圓心 另一方面,圓心就會是A和Boy的midpoint 我們用回這個特性就可以找到圓形的center左標和背景的長度 A part,假設C就是AB的圓心 C就是A和Boy的midpoint 所以C的左標就是把AB的X左標相加除二 Y左標相加除二就可以了 找到十半 圓形的半徑就是AB長度的一半 所以用回比斯坦的方法 找回AB的長度 再除二 那就找到圓形的半徑就是十三 這個圓形的equation就可以用回standard form去寫 X-10 bracket square 加Y-5 bracket square 留意如果Y左標of center是-5 這裡就加5 接著等於半徑的square 你寫169 要計算13的square 或者你拆開它變成general form 也可以兩者取其一 這就是partA的做法 partB 我們就將這個圓形的equation和這個環軸 即是Y等於0 一起solve它 我們還記得 如果要找兩條線的雙交點 就是要考慮一個sumultaneous equation 這裡都一樣 我們考慮圓形和這個x-axis的雙交點 就是把圓形的equation和x-axis的equation 即是Y等於0 拍在一起 形成sumultaneous equation solve它 倒下去之後 出到X-10 bracket square 等於144 這裡你發現到這邊是perfect square 所以你不用包開它 你可以直接兩邊開方 你用到X-10 等於12 或者X-10 等於-12 你出到X等於22 或者X等於-2 因為E這個項目 是在Y-axis的右邊 即是X-coordinate會是正數 所以E這一點就是220 當然 當然 你就知道 Doc這個左標 就是-2 0 到Part C 它要計算的就是 Angle A.E A.E 怎麼處理呢 留意我們有AB這個直徑 有Point E的左標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AE的長度 5-22 bracket square 加7-0 bracket square 開方就是開方338 直徑就是26 留意一下 AE Boy這隻其實是直角來的 Angle in semi-circle OK 所以你說我考試用不需要寫這一步出來解釋給人看這隻直角呢 要看回分數 當然這裡我會加回 你可以加一個開頭 留意到Angle A.E Boy是90度 Angle in semi-circle 所以找到AE的長度 和你有AB的長度 你可以用Side Side Angle A.E 就等於對邊AE 除斜邊A.E 那就可以算到 A Boy這隻角是45度 是怎樣去按出來的呢 你可以先按了開方338 除26 輸入 用計數機算到是0.707幾 然後Shift Sign這個小數 再按輸入 就出到45度 不過題目要找的是Angle A.E Angle A.E 和Angle A.E 其實是一樣帶的 因為 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 所以Angle A.E 都是45度